嗯 到底你要做倒插门你们在聊什么 没没聊什么 要倒插门是什么意思 哥姐叔叔阿姨你们在乱说什么 没有 我们就正常聊天啊就我问 心里小姐没想 我问哥姐叔叔阿姨他们的看法 对正常聊天啊 没说什么什么倒插门 倒插门是上门女婿的意思的意思吗 哈哈哈 可以说是不是呀 啊不啊你们再说 你们再 什么 女婿呀 倒插门 哈哈哈哈 哥姐叔叔阿姨你们在说什么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邻居也有人在直播吗 我们这是不是啊我们这的话呢 好多人都是做直播的受伤货都有好多人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啊没有这边的话没有人在 就直播呀 哎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这一句 啊 首先天气挺好的天气挺好 但是那你就是以以后怎么下上去下去呀 你因为你不是没有车吗 你车都被你父母收走了 我的天 没事 这小问题啊 不用担心 化妆了是不是 女我们女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的话 她天生爱美是不是 而且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是不是 紫衣你就是在化妆吗 你只是以前闻过眉毛 我就在哪说化妆 我就擦了一个防晒霜 然后呢 这个眉毛是闻过的 对你好久好久以前闻到 哈哈哈 啊 对 正好今天就在你家里面了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各级帅 别乱说 我已经就是来的时候我就说好了 然后等会会有车来 哎 哦你三块的时候 你又提到吗 我听不懂一说话 我怎么能听不懂 她说她是找三货的哦 啊你啊你都说不见 我们收拾是啥 收拾是 但是我平时你你去哪里了 你是隔壁村子里吗 就有一个阿姨 然后哥也说 他有一个阿姨 然后呢 他被了三货 你被了啥子东西吧 他 啊 这么 女生 咦我之前是不是好像去 你屋头收过呀 我之前好像去你们家里面收过一次 是不是去年 我跟阿姨都不去收了最近 对我 那我不是空收什么呀 要收 哥也说他们有一个阿姨 然后呢 他你坐嘛 那你过来坐嘛 对对对 你就是把这什么是你了 过来 哦 是不是以前子妍去收购的 你坐嘛 来这 对对 对 哦 手 可以往上手 哥也说他们有一个阿姨 然后他拿了三货 然后呢 我看一下你三货有啥子哈 你呢 我看了你 你这 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 哦 哇 羊子军 要收这些 啊 嗯 哎 我说什么 你这些东西 谢谢啊 羊生要收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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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你走吧 哦 哥也说他们有一个阿姨然后背了三货我要不要收啊 但是我但是我之前现在的话就昨天收的还没卖呢 昨天收的还没卖对 哥也说阿姨要不要收啊 因为这样吗 你 阿爸你隔壁存在你到这儿的话要一个小鸡走路来了 他走 他走 他走路来的你今天天气还好 你先走嘛 对对对 对对 你先走啊 走 要不要说因为就是你问一下阿姨价格和你的话 然后你就说了吧 阿姨走这么远 哥姐说 阿姨你们说对吧 你问一下吧 但是这些这些商货的话也很好 你看这是羊子军 要不要收 你们说要不要说收的话我就收了吧 但是呃哎呦娘娘就是我收这个的话呢 肯定就是你拿到家里去卖的话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而且之前我也去收过你们家里面是不是 我爱得不收住的呢 去年来过嘛 对我去年来过你们母说收过的吧 然后价格的话呢他不想去年就那么贵了 嗯是不吗你们三 我要收是不是 要收 各级叔叔阿姨他们都觉得要收 要收 嗯但是我妈妈 还是这样子吧 我 我给你收了 我给你收了 但是你这价格的话我倒来看一下啊 各级叔阿姨 我给子音去拿出来看一下品质怎么样 正好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子音品质收山货 是怎么检查的呀那些 你们可以看一下各级叔叔阿姨 可以刷一问这个阿姨说他说去年就是他去年找过然后呢 就是价格 呃然后质量是很好很好的 哦不 水 对 相对俊好香啊 一倒出来就闻到这个香味 是啊 人家送来的要收收但是收是收我但是呃娘娘就是收的话你 你 就是这个价格的话呢你也看到是不是我是在直播 对不对我在直播 然后好多东西都看他不像去年的自己的价格 我肯定就是去年自己的价格的话呢 你准时买了好多了 就是呃呃四楼子可以五个四楼子 你还还还不耍吧 就是一两之前一两三买好多吗 四楼子你还不败给 两三百块钱哦 一两两三百块钱 你一进的话就两千三千了啊 但是 但是我要杨竹菌是不是正好回来了 呃我在呢 但是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就是直播间的话 有很多人都是小的 让我之前来收一下 然后说 我平时我平时收的话呢 我是这个东西的话我我上门来收 是不是我上门来收的话呢 我是一百块钱一辆去收的 不大货的 各界是耍姨这个杨竹菌很香的 味道非常的 各位帅姨们他他说两三百块钱一辆 就一斤的话就三千块钱 一百块钱就有的瓶子 我不能想啊 你干什么啊 啊 哎阿姨我收三个呀 哦不收了 啊不收三个啊你 我干什么呢 啊不收了 我不收三个人这个阿姨不收 你不收 你不收是有人 妈不收了你 我我家里面有的人啊 这个阿姨背到我家里面我肯定要收呀 说你 不过你过去说 行不行吗 说你把这把这把这 这东西没收过呢 怎么能的 家里面没有 卖 但人家这个阿姨都别管了 你还说没什么不是 怎么管你不要低气的吗 你不给低气你 不要就不愿望你 这阿姨其实可以要的 这品质可以的话 价格合适的话 已经可以收啊 这无头还是有无头 无头还是 无头有家里面有的话呢 那你我家里面那些的话 我一会儿把它卖完就是了嘛 而且这个你看人家这个 你妈不玩你妈不玩 我都没有 你妈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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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那个阿姨都从那么远背过来 你还说不收 我说你妈不玩 你妈不玩 我卖的玩 你不管你不管 对他300块钱一两 300块钱一两收不收 但是这个价格我肯定收不了 这样子 我给他 我给你们就是价格稍微再往下弄一下哈 我这100块下来以后 我给 但是我这个东西的话我是匹事 对不对 你匹事拿了 经常去买的话呢 你平常拿到经常去卖的话 你车费路费是不是 你还要浪费一天的时间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的话呢 我而且我给你收的话呢 我是不挑这些小的哈 我就全部给你收了 然后呢全部都收 然后你按一一两的话就100块钱 平时平时我在别人家收的都是这样子收的 而且你人到子吗 你看你那么年轻 对不对 胡毛洞 不扯四个点 各位说爱们平时我的收价的话呢 我是100块钱一两收的 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说就说有人就说记得的话呢 把那个100块钱打到咕皮上 这个阿姨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他说他说之前去年的话就说 他卖的是300块钱一两 确实哈 去年300块钱一两是真的 因为之前的话 子行收的花了也是很贵很贵的 你们把100块100 110两都打在公屁上面好不好 然后阿姨你把它就是你看公屁吗 你看公屁你看 天边两都要不 那说明就你比了 比了好远了我顶回来 对你比了好远但是是是的 你比了那么远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 别人收什么价格 你就收什么价格是不是 你看好多人都在打100 你看100银两100银两 他们都是很多人都是买过我 这个直播间都是买过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这个 哎一百呃200块钱一两三百块钱一两 跟你说的我这个肯定买不 不拖因为他 啊不 你今天就像这么写也有了 对 你养这个价格收的 对对不对吗 可以的话我又给你收了 嗯 嗯 你应该就是被那个怎么看 根本就是不 那个 那是什么啊 可以可以 可以全部收啊 好 阿姨说什么全部都是一起收了就可以吗 对 他说他说把这个收了之后 把这个视频收完 嗯 可以啊 看一下 你把那个秤给我拿过来 我帮你 你也不说哈 嗯 就是那你不要 你不要把营养哈 对好 可以帅吗 好的 ok 了哈 好 呃 有人在打90块钱的话 你们去别人直播间买就可以了哈 我从来没有收过90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直播间哈 我有时候我觉得有人卖60块钱7070块钱 80块钱都有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哈 然后呢 从始至终我觉得而且哈 我觉得 山货山货 他是从山上去找回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 我们不要去压别人价格 因为我们老百姓的话也不容易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你们觉得是不是呀 因为人家是去山上去找的 然后呢 他找回来的话 他是要要很多很多天才能找的一点 所以说我们不能太压别人价格 你压别人价格的话呢 别人老百姓的话呢 也是有辛苦的 是不是 我觉得 七八十块钱八九十块钱的话 那种的话呢 外面市场里面种植的 一抓一大把那些的话也是也 正好你把我记着一下哈 好 我把你记一下啊 娘娘我给你记到 然后一会儿再一起给你刷新 好 对对 我把你吃好 好好 好 这 这下是幸福的可乐 好了哈 放心阿姨您看嘛 一斤一斤是一千块钱 一两是一百块钱 就是你刷一下 然后记得哈 好 然后一会儿给他 再清去 放心 你自己我都吃下来了 我这边跟你 野生的一斤一千七是不是啊 对啊 我觉得我们不可以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 就是说 使低层的人 就是说 使我们农民的话 就是说 你你去收别人的山货 对不对 你去收别人山货 你盲目的去压别人价格 我觉得太不好了 然后呢 别人直播间的话 有好多人都是 就是六七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 但是那种的话呢 我觉得 那种的话呢 我们都是成年人 是不是 所以说你觉得好 你就去拍别人家的 我觉得 你觉得紫荫这个好 你就去买我这个就好了哈 这个的话呢 我不能不能多说哈 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 去收山货 包括找山货的都是也是一样的 哈 跟刷一门 来跟刷一门 这个养赌军的话呢 呃 连来你等你 哈哈我这个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拿的这个手机里面买 所以说呃 生下来对 呃 你剩下的话呢 一会再跟你说好不好 可以哈 嗯 阿姨放心 我都给你记下来了啊 对 但是野生的哈 更帅吗 还有凌智豹自本吗 阿姨就有 阿姨就有 等一下一会儿给你们上哈 更帅吗 来 我给你们区别一下 刚刚有人说 种植的跟野生的 是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种植跟野生的有什么区别 来 我给你们讲一下哈 我给你们讲一下 呃 不死个中间梨子吗 来 哎 你 不死个中间梨子吗 可以吗 来 各位刷一包哈 我给你们讲一下 高山里面的跟 就是说种植的有什么区别哈 看他子银这手里面有没有 看子银这手里面三个哈 你看他三个不一样是什么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看到没有 这个哈 这个的话的颜色是黑的 是不是 颜色是黑的 所以说 他就说长在那个太阳底下呀 属于是一个暴晒的一个年 就是呃 环境 所以说他长得很黑很黑 但是这两个的话呢 是长的长的什么呢 长的颜色是有点黄 是不是 他是长在那个树荫底下 草里面的话呢 他会怎么样 他就颜色很浅很浅 第二点的话 看他的纹路哈 也是杨赌军的话 他的纹路是很乱很乱的 各位帅们看到没有 高山里面的杨赌军的话 他是很乱很乱的 他不像种植的 种植的话 像我这个手指一样很尖很尖 而且他的纹路是很整齐很整齐的 然后各位帅们 杨赌军的话 那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啊 杨赌军的话 他称他为是一个宿中之婚 郡中之王 所有郡子里面 他是称他为是一个老大的一个天花 把他一个养赌军 平时还可以帅们 养赌军的话呢 别看他那么小一个哈 别看他那么小一个 他里面还有的氨基酸呀 说是或者是一样成分是很高很高的 可以帅我用素 氨基酸都是很多很多的 平时可以帅们 我们这个养赌军的话 他称他为是一个药食 同源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药食同源呢 他既是一个食材 又是一个药材 各位帅们 他既是一个食材 又是一个药材哈 平时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 是不是 家里面有小孩子 就比如说平时吃饭没有胃口 是不是吃饭没有胃口 平时小孩子不爱吃饭 没有胃口 他可以提高我们的食欲 增加我们的食欲 因为这个养赌军的话呢 他是很香很鲜 平时外面去买那种住室的话 他是完全就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哈 我还没有上车哈 然后跟小姐们 平时家里面有孕妇呀 或者是老人 或者平时我们自己就感觉 抵抗能力很差 营养跟不上是不是 养赌军 为什么要称他为是一个素中之婚 郡中之王 药食同源的一个菌类呢 他就是因为就说 药食同源就说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当做一个食材 也可以当做药材 因为他里面的话呢 他可以有一种成分 就是说能提高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力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哈 家里面有我们小孩子就说 不爱吃饭的怎么吃呢 拿来哈 拿来煲汤 一次就只需要拿个两到三个 炖鸡汤 炖鸽汤 炖排骨汤 慢火炖它一到两个小时 它的汤都是金黄金黄色 而且哈 它很香很咸 平时我们拿来煲汤的时候 是不是啊 我们煲汤的时候必须要放鸡金黄会心汤 才会鲜 但是我们这个免肚菌的话 它本身它是鲜度是很重很重的 各位帅们 所以说只需要拿个两三个三四个 拿个炖鸡汤炖鸽鸽鸽汤就可以了哈 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下 刚刚有一个人说 他的种植的那些打开 就说把它掰开里面 它里面有沙子 是不是 我给你们现场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随便拿一个哈 对 我拿个小的 不然浪费了大 真的非常鲜香的 各位帅们 来看到没有 旁边是旁边是这个阿姨 然后她被杀货来卖的 各位帅们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里面的话 它是没有没有沙子 只有种植的才有沙子 就说它是长在山上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是没有沙子的哈 而且哈 各位帅们 这个高山里面的养赌军的话 各位帅们 高山里面的养赌军 它长在哪里 它长在 就是只有就说生生老林 就说就长在那个树底下呀 或者是整在竹林里面的话 就会竹子 就竹子竹林里 竹林下面就说土壤肥沃的地方 才会有一个养赌军哈 各位帅们 养赌军称他为是一个宿中之婚 郡中之王 平时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 有就是有老人 有孕妇呀 或者是平时我们自己营养跟不上 养赌军是所有哥也帅们 必须要去住属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郡子的话呢 就是说所有郡子里面 养赌军的话 他要比松龙要好个十倍 他要比那个冬虫什么下什么草 要好个十倍 因为养赌军的话 他真的是味道是很重很重 而且他里面的话 别看那么小一个哈 他里面的话 是有很多种胺脂酸跟就蛋白质 哈跟帅们来 你买三两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我现场的话就说 现场收现场卖 因为这个是阿姨 然后他背过来给我的 然后呢 我这个的话呢 刚你们都有看到 是不是 当然刚刚你们都有看到 我阴娘的话呢 是100块钱 100块钱去收的 一两100块钱 然后呢 我加上我们的邮费 这个这个杨祖军 知道你们那边的话呢 是又要六块钱的邮费 然后呢 平台扣费一块钱的话 就是六块六块钱 是不是 然后子营这里面两块钱 是不是 子营这里面两块钱的话 就是108对不对 来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进子营直播间的 没有抢过福利的 有没有 有的话呢 我们扣个有 我直接给你们上车 然后呢 给你们上 今天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书 刷艺 都是第一次进来 是不是 来 我日常架构 我卖的是108对不对 人太多抢不完 各位帅们 有的话呢 扣个扣个一好不好 今天第一次进来 对 今天第一次进来 没有人考 没有人抢过福利价格的 直接扣个小一 我看一下一多不多 多的话 我就上一点 不多的话 那我就直接108 给你们上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们能不能给力一点 因为子营的话 就说108 我都不让 直接给你们上个福利价格 但是你们如果说 没有人扣一的话 那我就不上了 那我就直接上108 哇 有那么多人扣一 是不是 可以 这样子好不好 可以刷一门 今天买了子营这个养赌军 相当于是一个试吃价格 是一个福利价格 你们今天第一次进子营 这不见的 如果说你们愿意 给我一份信任的话呢 你先拍一张试吃 如果说好吃 你就说再来回购 可不可以 今天来 资产价格 我卖的108 我昨天卖都是108 但是今天108 我都不要了 100块钱 直接 都不要 直接来 我刚刚说的100块钱 一两是不是 我在成本再给你们贴个两块钱 这个的话呢 没有多少 这个的话 没有多少 成本上面 我给你们贴两块钱 98给你上车 来 准备好你手速跟网速 这号上车 好 数量有限哦 子营给大家的福利价 大家尝心 来准备好你手速跟网速 直接倒数五个数 来 我 四 四 三 二 一 来 下方白色购带 一号链接 直接去拍 9850颗 一两 刚刚我说的是100块钱 今天的话呢 只能在成本上面 给你们贴两块钱 98 你想一下 但是今天的话 只有新粉的话呢 或者是没有拍到福利价格的 几个也 说啥 你们才能去拍哈 来 下方白色购带 直接去拍 不要再犹豫 你在 在这打字的话呢 别人一下子都拍完了 下方白色购带 一号链接 直接去 拼手速 拼网速哈 我不 我这边看 只有最后六单 各位伙伴们 最后六单 六单 判完之后呢 我就直接给你们割掉了哈 然后呢 平时哈 这个阿姨的话呢 她是这个 这个阿姨的话呢 她这个养肚军的话 她是真的很干 很干 我给你们弄一下 这个干度哈 很干 超级干 看 非常轻 都是塞得很干 对 我近距离给你们来 看看 你看看 很干 可能跟各位帅们 平时哈 平时各位帅 没有上车 我上车了呀 怎么可能我也没有上车呀 我上车了哈 买了再介绍一下 怎么吃 可以各位帅们 平时家里面 五不招 你看还有多少单 还有三单 还有三单子 最后三单 是不是好 那我就不讲了哈 这个真不错 跟别的直播间是不一样 谢谢我们很顺哈 所以说我们更帅一帅哈 各位帅们 不要觉得哈 不要觉得 便宜的就是好货 我各位帅们 我跟你们讲哈 我跟你们讲 平时哈 你们去外面去买 或者是怎么呢 对外面的话 那种的话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批发去外面市场去批发回来的 所以说哈 各位帅们 这个的话呢哈 这个的话呢 各位帅们 家里面有傻